先把法庭上面的言辞辩论庭热烈的展开了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一位 就是先前被说是最帅律师的李全和 挺跟得上时事的 在庭上他就举了这个翁小林的例子 他说这个翁小林先恭喜林阳是台湾之光 同时又在微信上面写说 恭喜这是中国人的荣耀 他说那如果有立委询问说 请问部长你到底是中华民国的部长还是中国的部长 那你认为这是不是叫做反质询呢 好提出了这样子的疑问之后 旁边不是好多人在看这个直播吗 那网友就赞啊 就说哇好跟得上时事好会聊 思琪姐你怎么看 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大笑 就是直接拿你的剑射向你的剑 就是用你的逻辑来打你的逻辑 其实李全和律师他今天不只这一段 是针对这个翁小林 因为翁小林的谈话实在是太不符合多数台湾人的情感面了 但是李全和有另外一段是针对黄国昌 他说这个黄国昌你要是觉得媒体很多都是不实报道 段将军那不然我们就用立法院的议事录来问 也就是说他其实这个很知道他的对象是谁 我要用你的逻辑去打你的逻辑 所以他对付黄国昌的时候是用 那我拿你的立法院议事录这样你没话讲了吧 然后用翁小林的中国人的骄傲这句话 来问你翁小林这是不是就是你所谓的算不算是反咨询 所以有备而来那他今天的表现当然是很精彩 回到翁小林这一段 就是说当翁小林采取一个包牌的策略 在这个微信上面是在讲中国人的骄傲 可是在自己台湾的这个脸书上面却又讲 哇台湾之光等等的 就会让人觉得说国家认同有包牌这件事的吗 国家认同应该就是清清楚楚啊 所以国家认同不可以包牌啊 你不能说我同时是法国人也是英国人 我同时是美国人也是澳洲人 没有这种包牌法的嘛 所以他是不是采取了分众 然后呢对于不一样的听众 用不一样的国家认同来来这个美化自己的 这个喜爱度接受度 但是清清楚楚被看被看破手脚了 你其实就是这个要 以中国人的血统 因为他后来有引申解释嘛 无论从宗教文化学统信仰啊 批里扒拉的两岸就是都是中国人啊 他其实认同的是中国 那你现在就不用在那边遮掩 啊台湾人的骄傲啊 然后还很呛哦 这样讲可以了吗 对你反直询哦 人民投票给你这个国民党当这个不分区 你怎么可以对人民反直询 人民最大知不知道 好那其实他种种的表现都打脸了 他自己在今天宪法法庭上面的这个立场 而且我要提醒小粉红们 不要忘记哦 翁晓琳虽然在微信上面说中国人就要 可是不要忘记翁晓琳是要反攻大陆哦 是要进攻蒙古哦 以恢复我秋海棠壮盛的山河的哦 所以小粉红看到他这样讲中国人说不用太高兴 小心翁晓琳下一步就要反攻大陆了 进攻蒙古国了啦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法庭上面有什么样子的精彩焦点 宪法法庭言辞辩论庭登场 国会扩权法释宪案进入深水区 上半场双方先就总统国情报告进行攻防 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首度出庭率先陈述 立法院当然得听取总统的国情报告 但不等于可以修法 就可以总统在宪法没有的义务 总统就必须为了捍卫宪法挺身而出 大法官质疑蓝白立委修法 只是促请总统报告 没约树立又何必诉诸法律 所以你承认总统有行使立法委员的执权 不 不是 请容我在天真也好好意也好 立法院自己立出一个不具拘束力 这个规定有合议可以自己删除吗 总统他如果真的不来 那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也不会怎么样 反执询定义不够明确 行政院诉讼代理人律师李全合 也用汪小林失言争议巧妙比喻 如果有一个部会首长在自己的脸书写说 恭喜林扬台湾之光 不过同时他要在他的微信也写说 恭喜林扬中国人的荣耀 立委就问他说 请问部长你到底是中华民国的部长 还是中国的部长 部长就这样子回答他说 我们本来就是中国人 不然是什么人 好请问不然是什么人这句话 是不是反执询 但对此汪小林没正面回应 而是委由律师反击 民进党也猛攻修法过程 举手表决是违宪 立直法第十五条的修法理由 自己说各项表决 应以记名投票来行使 自己打脸自己 国会扩选法 事宪战机关代表 跟蓝白立委 即便谁有理 越便越明 三立新闻 江湾前 那我们军小组台报道 郑哥你怎么看 这个汪小林 他光看在法庭上 其实也还蛮淡定的啊 他也只能选择淡定 被这个律师呛了一下 好像也没有做出什么 奇怪的表情 呃他被律师呛说 我觉得他是应该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啦 那所以只好为由他方 他们这一方的律师去做回应 他就想要把这件事情大事化小事化 因为他也知道 昨天他在微博 在微信上面写上那个 呃这个林洋配 叫金牌 中国人的骄傲等等 这个说法 其实引起的宣战大波 不是只有在民间 不是只有在绿营 而是包括国民党内部 可能也都非常的愤怒 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出力 对那朱立伦只能用发鸡排来解决这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可能是发的不够 看起来烧的烧的 他发鸡排的美意都被翁晓玲 对破坏掉了 不是搞不好是为了翁晓玲才 只好出来发鸡排 不得而知啦 那我们也很好奇 那今天林涛这个出来 这个是他是不是 明天要送贞出来了 主席真是不容易 对主席很辛苦 好那回来讲 今天翁晓玲表现 这个云淡风轻四评八文 某种程度是想要回避昨天 引发的渲染大波 可是今天这个 这个他们这个这个这个阵营 另外一位这个 动物大学的这个法学系的教授 法学院的教授 这个董宝成 董教授 他也做了一件蛮 我觉得在这个网路 其实蛮迷茵的梗 他就很愤怒的说 什么叫这个说 你要要视线 要宣发法 你要有明显重大瑕疵 他看不出来这些东西 这次来视线的东西 到底有哪些重大瑕疵 可能有小瑕疵不是重大瑕疵 他说什么叫重大瑕疵 对不起我手上没有那个道具 他就拿那个便利贴贴在头上 说蛮可爱的 黄色的 黄色的 要在这样头上看得到的东西 这个才叫重大瑕疵 我说拍子 那个鬼门刚开 黄色的贴在头上 那个叫福 不是叫重大瑕疵 董老师 有画面了 有画面了 看到了 他把那个贴在头上 他边讲边很激动 就把他贴上去说 他是做一个比喻 他是做比喻 可是当然所谓的法律上的重大瑕疵 他一般人的认知 本来就有很大的一些落差 法律 他是一个非常专精的 是一个很专业的领域 不是吗 律师都这样吗 好可怕 不然你不认为他讲 你看看那个 律师还是很帅 还是很 这个啊 对 这个各种各样的说法 而且他是这东吴法学院的教授 我现在发现 奇怪 当然没有说东吴怪怪的 也没有说清华怪怪的 只是我们发现 这个国民党的两位代表的这个所谓的法律系的教授 各有千秋 看起来东宝城也不愿意让翁晓琳独美于前 只好把便利贴在头上 让大家知道说除了翁晓琳还有我这号人物 今天胜 的确是蛮特别的 蛮特别的 你要你要说呛吗 也没有这么夸张 但是就跟他说好 那不然你再补一些书面的报告 认为他讲的不够清楚嘛 不过今天呢 在宪法法庭上 好像黄国昌又有一点小小的小小的微微顶嘴 就说我有回答 但你不满意啊 明游你怎么看 是我觉得黄国昌老师 叫一生老师好了 因为他叫许忠丽也叫老师嘛 好 他很客气的 包括詹森林 谁问他的时候 他都非常客气 今天我觉得最像的是上次跟他对上的 叫尤博祥大法官 为什么 因为他说什么叫做不真 不真正义务 民法上的概念 可以套用在宪法上来吗 所以他一直在问黄国昌 到底这个总统是对人民负责 不是对立法院负责 因为今天上午 他们在激变了 叫做总统的答许 我一直在想说 今天黄国昌的脑袋跟欧晓琳 吴宗宪好像有点转不过来 因为今天潘梦安跟这个 要去宪法把庭之前 他就发脸书说 我跟赖清德在立法院当了非常多届 我们都是认为国会要改革 但是国会要改革 是透过修宪法来改革的 所以今天周旋回到这个问题 你看今天黄国昌也去呛潘梦安 很多人去呛潘梦安 说你回答怎么样 可是我只想问你们 你们今天在中旬的就是尤博祥大把关在问黄国昌了 总统是对人民负责 不是对立法院负责 这是宪法不与最基本的道理 可是今天他们完全不跟你谈宪法 一开始还跟你吵什么 吵说这个修宪怎么样 宪法条文怎么样 还隐均据点 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黄国昌你今天不是不是应该说之前不是在呛说下一次到宪法法庭我要对两千三百万人宣誓 我不对上面的宣誓 结果我看到几个大把关问他问题的时候 他答非所问就算了 邦然那个以前这个叶律师呢 国民党叶律师呢 我又帮他搭枪 叶庆言就帮他搭枪 还甚至把他接过去 最后还告诉大法官说 我还有二十二秒让我讲一下 因为黄国昌答得不好 然后那个其他人也答得不怎么样 所以最后二十二秒 我一定要抢答一下 我只想问 我在看整个内容里面 总统的答讯 是不是立法院可以规定的 这一次修改的内容 就是要修成立法院可以规定 总统要照我的样式来答讯 可是大法官不解 包括我看张森林在问 你这样讲也不对 那他们就拿了非常多的条文 包括什么条文 隐私法也拿出来用 然后其他的相关法也拿出来用 表示什么 他们没有站在宪法的基础 所以我只想问这几个法学专家 不知道翁晓菱 这个黄国昌 你们都叫做法学专家 你们根本就不懂其中的道理 所以我来补充一下翁晓菱好了 为什么今天他会这么安静 因为刚才大家都讲到 他有两个版本 一个在微信的版本 就是台湾之光 一个是中国人的骄傲 但是后来他有要解释 不过两分钟 他为什么要发 干脆两个都不要发 不是因为被骂惨了 被骂惨了之后 他想出来解释 我说他当初就不应该发 而且我要先讲的是 朱立伦主席竟然说要共同庆祝 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中国请资源收银 就网路上那一天的名称 就是中国是第二名 台湾是第一名 你要共同庆祝什么 你在高级黑中国说你不敢播可怜悲哀 所以翁晓菱我如果善意解释的话 他在微信这样子讲 可能是在高级黑中国的媒体 或高级黑中国 所以你只拿到银牌 但是他后来有想要解释 两分钟三文昨天晚上 然后还好网友太厉害了 把截图下来 结果还要告诉你说 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所以这一次得金牌 是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我们都是中国人 尤其在中华民国的宪法之下 我的老天爷 这让我想到最近跑到泰国去的马英九 都没有信问出来 他也是讲同样的 我们是炎黄子孙 另外一个比较受争议的是姓蒋的 这个姓蒋的叫蒋湾安 为什么我说他做正义呢 他会用TRAIN厉害 因为很少国民党会用 那用了之后呢 我看他做了短影 一个一个打电话给所有的奥运选手说 我在这里有关心你哦 我们上次什么时候见过 结果他讲了一句话 昨天让网络整个爆锅 他说 打电话恭喜台北选手 打电话恭喜台北选手 我有看到那个短影 可是下面为什么 全部炸锅呢 所以你是把他定掉 所有的奥运选手叫台北选手 中华台北是这样 是中华台北 你是自我贬低吗 所以人家就在下面说 你怎么不讲台湾对 你为什么不敢说台湾对 所以在国民党很多的基础里面 我最后问蒋万安翁晓琳 你们领的薪水是中华民国台湾的税金吧 是我要缴税给你们 然后你一个月领将近二十万吧 只能说工作人物景言盛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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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